好 大家好 这里是宇航工作室 那我们的一个交流群是36133998 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这个群里面进行找到我啊 跟我来一起交流啊 群里有很多这个自动到后的朋友 我们的一边宇航的一个网站是这个三达宇航JY 也欢迎大家登陆到咱们的网站 那么在咱们网站这里 今天有朋友跟我反馈这么一个问题 就说我们网站在咱们这里啊 注册是需要这个邀请码的啊 那这邀请码是不用购买的 我们在这上方就红字这里有一个我要邀请码啊 那么在这里点击就可以获取到邀请码啊 好 就这样 好 咱们前面讲了这个文本的一个操作跟这个宿主便利啊 应该相信大家这个学习过以后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啊 我们现在来讲十时刻 这十时刻我们讲点什么啊 讲一下这个时间 这也是在我们啊 这个程序当中必不可少的时间操作啊 跟咱们的一个时钟啊 时间操作跟咱们的一个时钟 啊 顺便的话 讲到时钟顺便的话就讲一下咱们这个进度条吧 啊 讲到这个进 就 就 进度条 啊 就进度条吧 就这样 时刻我们来讲一下时间操作 时钟还有这个进度条 啊 咱们打开这个EC 好 又又更新了啊 这个作者还是很给力的 我们先取上 啊 那么咱们这个EC的普通商业版本是五十八八元啊 欢迎大家支持一下咱们正版啊 让咱们这个正版能有持续更新的一个动力啊 好 那么咱们新建啊 打开一个 现在是几了 十四 新建窗口 十四 好的 那往下拉 啊 那么咱们先用个按钮啊 还是先给它画一个按钮 啊 这个我们管它叫做 啊 想一下 做个标签吧 这个标签啊 那么 啊 现在咱们在这里 穿窗口创建完毕的时候 我们实 我们让它触发一个事件啊 就是标签 标签 标签一的把标题 等于 哎 有点乱啊 标签一的标题等于取 等于 先 先加一个文本啊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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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时间是 两点 然后 加一个 一个文本相连的一个符号 然后是取 现行 时间文本 然后 然后这里它里面有一个时间服务啊 我们一般是用两点 啊 也有啊 也就是说 让咱们这个 啊 窗口创建的时候 让咱们这个标题啊 这个标签啊 来显示一下咱们现在的一个时间 啊 这是第一个 嗯 那我们讲到这个时间的话 我们先看一下咱们这个核心内部 咱们这里有一个时间操作 时间操作啊 在这里 我们大概有一个取现行时间文本啊 这就是咱们现在用到的这个啊 取现行时间文本对不对啊 就是咱们一个时间操作里面的 那么这里咱们这里面的话有到时间啊 时间到文本 取现行时间 取现行时间文本 来 取现行日期文本啊 其实这些 那大家自己调试一下就就清楚了 就跟咱们啊 上节课那个文本操作那个简单的命令 命令一样 比如说取年份 取月份 取星期几 取日 取小时啊 这个都很简单 这个很简单的啊 比如啊 咱们现在来 取一个就可以了 取 取什么 嗯 取小时吧 取小时 啊 需要是 取 取 取哪一个 取小时 我们看一下 啊 取小时在咱们这个这里有返回一个值 啊 取小数 返回一个值 它返回的是什么 返回是一个整数型啊 就是0到23之间的一个整数啊 表示一天中的某一个小时 那么它是什么 它有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时间啊 为日期时间型 啊 我们 它也就是说取哪一个时间的小时 我们 等于取 现行 时间 这是什么 这就是取现在的时间啊 就要取现行时间 我们调试输出 我们调试输出 调试输出 啊 这样就就可以了 我们先打开一下模拟器 小小一下 啊 那么讲到 讲到咱们这个取时间期 我们最主要的是 是一个什么 我们这些东西都先调试啊 调试完了大 我暂停一下 啊 不暂停了 我先跟大家说一说吧 啊 那咱们这个像咱们取日 取星期 取年份啊 这些取现行 取现行 也就是取现在的时间 它是自动把这个时间转换为文本型啊 啊 然后也就是取现在的一个日期啊 这个都很简单 这个大家一想就知道是什么 还要取现行的一个时间戳啊 这个大家都都懂啊 都没没什么好讲的 就一行命令也就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要取什么东西 那我们主要的这要来这些课要讲什么 讲咱们这个取时间间隔 比如说我们这取时间时间 启动时间 它也会告诉啊 就从开始到现在运行的多少多长时间啊 这个大家看这注视就清楚了 主要是这个 取时间间隔啊 啊 这个东西 我们在后续的咱们一个啊 程序当中会经常用到这么一个取时间间隔的这么一个东西 那这么东西 这个东西 它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是怎么应用它啊 像这些下面都是一句话 直接返回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这个取时间间隔 它是要通过计算的啊 而且我们在后面的会经常用的 我们就着重特意的来讲这个东西啊 我们打开了吧 打开打开 我们运行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现在正在启动 窗口创建完毕啊 没有 窗口创建完毕 啊 它这个还是没有 没有 没有调式输出出来了 啊 启动成功 启动成功以后 他说 我们看一下 现在的时间是啊 就是这个 对不对 然后这里 它这个取时间 取现实时间文本 它这个两点 就是咱们这个7后面的两点 18后面的两点 啊 大家可能看我这个时间是不准确的 对不对 那这个时间是咱 它这个模拟器上面的一个时间啊 跟咱们这个电脑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它这个模拟器上面是 上面的一个时间啊 好 那然后调式输出我们 因为这个窗口创建完毕的时候 它可能 这个没有出发吧 我们 我们先卸上 按钮来乘去 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好 我还是看一下啊 先演示一下一个命令 然后后面下面这些啊 类似的 我们就不讲了啊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按钮啊 现在就调式输出来啊 调式输出来是呢 取小时 取现实时间7啊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在这里 因为它取到咱们现在的时间是多少啊 是7点20分啊 16 16秒啊 16秒啊 16秒 那也就是说他现在取出来这个小时是7 对不对 这个是没有错的啊 就这样 那咱们这个取分钟 取日 取信息 取年份 许月份啊 等这些东西都跟这个命令是类似的啊 我就不再重复跟大家讲啊 好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这个 这个东西 啊 比如咱们在 在在在课程的时候 我们还是用这个按钮啊 我们这个就 复制在上面就可以了 让大家记住 我们这 让大家记住咱们这节课讲了什么东西就 就可以了啊 好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 来来做一个 那我们在这个 啊 脚本的一个使用当中 我们经常要用到一个什么 我们经常要使用就是说 啊嘛 指定 使指定某程序运行多久结束 有吧 啊 这个是我们经常碰到的 就是说 指定某个程序运行多久结束 或者某个程序运行多久执行 后 执行 啊 需要的 操作 对不对 比如说 我让他执行一分钟以后 啊 我 我让他执行一分钟以后 我干一件什么事 啊 我说我让他执行一分钟以后 我就让这个程序结束 对吧 啊 等等这些东西 就是说 我们经常要指定某一个程序啊 它运行多久 那么我们在像这种的话 一般我们是 需要用到一个什么 需要是使用一个判断 循环 循环手 啊 这里大家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什么叫使循环 什么叫使循环 使循环的就是什么 给一个固定的逻辑值 我们看一下这个一是不是等于一啊 一肯定是等于一的 它这个逻辑值是固定的 对不对 所以只要我们不改这个值的话 它肯定是无限在这个循环里面进去嘛 进行循环的啊 这就是一个嘛 这就是使循环 这就是使循环 啊 那我们还要用到一个命名 这一命就是我们这里讲的一个取时间间隔 我们看一下这个命名 取时间间隔 它里面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时间一 一个是时间二 啊 这个我是要重点讲一下的 取时间间隔 它是个命名有什么作用 就是这个 我相信官方是肯定是它的它的一个作用肯定是没有我这么这么写详细的 那它是吗 它有它的一个作用就是 时间 时间一 减去时间二 的值 啊 它它的这个参数就是这样 时间一等于时间二的值 它反位是嘛 是毫秒 它是以毫秒为大位 啊 那我们来来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先 它里面要用到这个时间 是日期时间型 好 我们先给它冲击一个变量 啊 短量 我们就管它叫时 啊 局 大演成一个生命变量的一个习惯啊 局 时间 一 叫一吧 为日期 时间 时间 为日期时间型 好 那么我们这个参数它怎么书写 它就一个是吗 我们是时间一 减去时间二 那我们这里要有一个问题啊 我们的时间一是不是这个 啊 不行 我们应该在这里给它取一个时间 叫什么 启动时间 啊 这样大家就好区分了 那我们这个命令就是 取 现行时间 然后减去咱们这个 这个 启动时间 启动时间 然后等于多少 这个大家应该就可以看清楚了 啊 时间间隔 它就我们现在现在的时间 然后减去我们启动的时间 然后它中间相差了多少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程序它运行了多久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来它是一个什么 挺毫秒 我们现在做一个判断 如果 如果 它什么 大于 大于 或者等于什么 我们用两 两千 两千毫秒就两秒 对不对 折 折什么 我们折 呃 调试 就就退出吧 啊 就退出 我就退出这个循环 我们就退出这个循环 然后我们在这里该给他做一个调试输出 调试输出 因为我们 我在 我在循环里啊 这个条书是告诉大家啊 它的一个命令是怎么走向的啊 好 然后我们在下面再加一个条书就是 程序已经 已经运行了 两秒了 好 就这样 啊 就是咱们一个 一个取时间间隔 我们来试一下 啊 卸载啊 先卸载 这个屏蔽掉啊 这不起作用 我们屏蔽掉 好运行 暂停一下 那咱们程序已经启动成功了 我们现在点击一下看看 好 哎 哎 跳出了我们看一下是 哦 我知道有什么问题了 啊 我们稍等一下啊 强行关闭 卸载 我们应该在这里 我刚才一讲课也讲 讲击 我们应该再给我们这个时间 对吗 负一个值 等于 几 线 性 时间啊 对吧 给他处以复一个值 就是说我们的现在这个时间是 什么时候 对不对 如果他这个两个时间有值才可以进行吗 啊 才可以进行比对啊 才已经进行比对啊 如果什么 如果我们要体现出这个啊 比较完美的话呢 还有一个办法 我们加一个延时啊 大家应该就能看出效果了 哇 三百 来 运行 卸载了吧 好 安装 每次我们讲课程就咱们这个便移安装都要多多消耗很多时间啊 嗯 好 启动成功 看一下 按钮 对不对 一直在循环 然后就就完了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啊 这时候是吗 啊这个 当前县城明星啊 这个是这个 14a啊 里面自己的一个一个东西啊 一个使用一个县城 在当我们出现县城的时候 他自己当我们出现死循环的时候 他自己会执行这个这个县城啊 所以他这个还是很人性化的啊 这个东西还是很人性化的 然后我我在县城里 对我在县城里 我在县城里 那么当他这嘛 当他这个东西执行过的嘛 执行到两秒的时候啊 大或者或者执行过超过两秒的时候 这就是嘛啊 程序已经运行了两秒 让他退出 然后就来了啊 就是咱们一个举时间间隔的一个一个方式啊 那么这就只是一个例子 我们在后续的一个一个程序的一个编写当中 我们经常用到的 他也是这样 但是他不是最初 对啊 有可能我们在运行个程序的时候 我们要让他执行 比如说执行一小时以后 我们让他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啊 特别是我们这个商业的APP 我免不了要产生一个广告 对不对 那我就有一些人他就经常他就是这样的 我这个程序运行多久以后 我就我就让他弹出一个广告 对吧 就差不多是这个理解 大家要活学活用啊 我这是简单的告诉你这个命令它有什么作用啊 大家活学活用 我们继续啊 啊 那么咱们讲了这个 取时间间隔 讲到这里 我们这个最主要的一个东西就就讲完了 那讲完了 其实在像我们在这里的话 这个时间的话 其实他往往跟我们的一个什么 时钟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 错了啊 点错 咱们这个系统组件 这里啊 一个时钟 哦 这个时钟它是不可视的啊 也就是说我们软件运行起来以后 咱们这个啊 程序运行起来以后 这个时钟它是看不到的啊 这个组件它是看不到的 那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时钟它里面只有一个属性啊 这个叫这个一个事件 这个叫周期事件啊 这里有一个时钟周期啊 如果时钟周期等于零的时候 那它这个时间是不会动的啊 这个时钟周期事件 那我们来 让让这个时钟产生一个周期事件 来触发一个周期事件啊 比如 啊 同样的我们来做一个 呃 想一想 用一个变量吧 那用一个变量来试一试 变量 啊 即 我们叫做记录啊 记录 为 整数型啊 好 那我们现在来运行这个周期事件啊 比如说我们叫做 啊 即 记录 等于什么 即 一 记录 加一 对 那我们 做一个判断 如果 啊 如果什么 不知就可以了 如果即记录啊 等于什么 我们等于 等于五吧 大于 啊 大于 或等于五 折 折什么 啊 退出 啊 正是说是记录我们这个周期事件运行多少次 对不对 啊 我们在这里给他做一个调试 调试啊 输出 啊 什么 运行五次了 啊 五次 五次了 啊 好 等我们这里调试输出 调试 调试 调试输出输出集 啊 记录的值 好 这就是一个周期事件 那么这个周期事件它是怎么触发的 也就是说当这个时钟周期它不等于0的时候 它就会触发这个东西 我们要让这个时钟啊 比如说我们用一个按钮 啊 啊 上方 我多一个按钮 我们这个给它起一个名字 来起个名字叫做 时钟 启动时钟啊 嗯 标题在这里啊 我们管它叫启动时钟 我们 当我们这个按钮被按下的时候 我们让我们的这个时钟 一 的 啊 这里有一个周期事件 等于什么 等于 等于 等于500就可以了 500就好 500毫秒啊 它自己好满 单位 如果我们等1000的话 它就是1000为单位啊 我们等500就可以了 别浪费 别太长 等于500 啊 那也就是说 这个意思就是说什么 我们 啊 还是1000吧 还是1000 可能大家好理解一些 必定是新手 比如说这个是1000 我们就一秒 对吧 那也就是说这个时钟周期 他一一秒运行一次 也就是说他这一个程序 这一个时间周期里面的程序 他是什么 他一秒会运行一次 然后通过我们这里一个一个 一个变量的一个判断 也就是说他运行五次以后 他就不运行 啊 然后我们再不不让他运行五次 我们如果跳出退出的话 那只是退出这个程序 他这里面还是在什么 还在运行 所以我们这个退出他不是在循环里面 他是不能不能用的 我们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这个 时钟一的 时钟周期 等于零 因为我们的时钟周期 如果等于零了 也就是说这个时钟 他不运行的 不等于零 他就会是运行的 啊 我们试一下 让大家识清楚了 啊 把模拟器 啊 现在 啊 我们运行一下啊 啊 暂停一下 好 我们现在已经停动成功 我们现在看一下啊 启动时钟 啊 他现在在走 二 三 四 五 好 看一下运行五次了 对不对 有时候是吗 当他运行五次以后 这个时钟周期等于几啊 啊 等于零 对不对 等于零的时候他就怎么样 他就不运行 他就不运行 啊 但他这个不是跳出啊 他是直接把这整个程序走完的 啊 大家要记住 我们看一下 他运行到这里已经是运行五次了 对不对 那我们已经设置了时钟周期等于零 啊 他还是会执行下面 这个 第五啊 集记录五 那是吗 因为这个时钟周期里面的一个程序啊 他是会的吗 每一个周期的程序 他都会直接走完的啊 他不像我们那个循环一样 你跳出了 他后面那个跳出后面的代码 他就不执行了 这两个就是就是区别啊 大家记住啊 这这个两个就是区别啊 如果我们在咱们这个判断循环所里面 如果他执行这个退出 那这个东西他就不会执行 对不对 因为他到这里就直接跳到外面来了 但咱们这个啊 时钟他不一样的啊 这个时钟如果我们直线的这个时钟周期等于零 那他是不会跳出的啊 他是直接吗 他直接运行把就是说他他会把整个程序都给运行完啊 所以大家在使用这两个程序的时候 一定要做一个区分啊 一定要做一个区分啊 就就是这么简单啊 就这个时钟就就这么一回事啊 就这么一回事啊 那我们刚才讲到我们到时钟的话 我们就顺便的讲一下这个进入条类啊 这进入条我们有一个进入条啊 进入框啊 进入圈 这个进入圈我们是非常常见的啊 他就像我们那个电影加载里面那个圈啊 这进入条也是一样 他就是像我们的游戏加载也是这么一一条啊 其实这这里面他的他的作用都是基本上一样的 我们就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啊 看一下这个进入条他怎么怎么操作的 首先这里有一个位置 那进入条他的最大的位置 我们可以自己试字啊 我们一般是默认是一百啊 那我们的位置一般是什么啊 从一开始啊 从一开始 好 那我们用一个时钟来操作他啊 我们前面学了这个时钟应该就 操作他应该就没问题了 好我们这里再做一个时钟二啊 然后我们来启动这个时钟的时候啊 我们我们做个时钟二 我们这个启动时钟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钟因为我们屏蔽掉啊 不要让他走 我们就执行我们的时钟二的周期 时钟二的周期时间 那我们时钟的一个周期 我们把它视之为啊 两百哈 就不要就快 我们要走快点 给当我们的时间 那在时钟周期我们要怎么写啊 在这里这进入条我们要怎么写 我们很简单 我们让他怎么样 我们要让这个东西走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啊 进度我们这个东西叫进 进度条 一 首先我们知道什么 进入条一 这里有啊进入条一的位置等于什么 进度 条一的 位置啊 加几啊啊 我们加五吧 不要让他加一加一 他有点慢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判断 如果 那进度啊 我们还是复制一下吧 这打得太准了 进入条一啊 的 位置 哎 位置等于进入条一的最大 位置 折 折什么 我们调试输出 调试输出 进 进 进度条啊 加载完毕 对不对 啊 然后我们什么 时钟 二的 啊 时钟周期 等一下 我们等于零 就不要让他走了 对不对 我们就时钟等于200 就不要让他走了 啊 协载一下 好 那么这这这个东西我们看一下 其实这进度条我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假设啊 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比方说我们在做这个啊 啊 游戏啊 等于说我们在做一个游戏 那我们要加载一个画面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时钟来进行加载 对吧 那我们这个加载完了以后 比方说什么啊 这进度条等于最大位置了 我们就自己吧 啊 就弹出这个啊 游戏画面 对不对 就弹出这个游戏画面啊 等等一些操作 我我我录视频 我只能把一些啊 一些啊 基础基本的告诉你啊 俗话说什么 带进门修行靠个人 对不对 何况是啊 好 啊 还没啊 运行 运行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就是这样啊 我每一次这个调试太耗时间了 好 正在启动 好 我们来一个启动时钟 好看 一直在走对不对 那当它走完了以后 啊 进度条加载完毕 然后 这个关闭这个时钟啊 时钟周期等于0啊 所以我告诉大家 这个时钟周期在这个位置 它是什么啊 只要它等于0 这个时钟时钟的周期事件 它就不会执行的 如果它不等于0 它就会执行啊 好 那么回顾一下咱们这些课的一个 一个内容 那这些课的话 我们首先学了一个什么 学一个啊 啊 内容 学了1 一个什么 时间操作 然后还有一个最主要的 是吗 一个取时间间隔 取时间操作 还有一个取时间间隔 那咱们这个其他的一个取年份 取月份啊 取现行啊 这些东西我们都是直接一行命令就就用了啊 就直接取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啊 它在我们应用当中来是比较简单的啊 这一个啊 第二个是 第二个内容是咱们的 什么 时钟的 啊 然后第三个是 是吗 就 啊 进度 条组件的 啊 那我们这个进度条组件 在这里 其实它这里有一个啊 进度圈啊 这我们应用也非常广非常广泛啊 然后开关等等这些东西 其实它 它的作用跟我们进度条件上是一样的啊 大家就不用纠结 我没有讲啊 这一类我们讲一类 我们讲一个就就可以了 我们不可能每一个都来讲 那到时候我们要讲几百节课程都讲完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些课就到这里 啊欢迎大家登陆咱们的一个官方网站啊 来注视帐号跟我进行交流 或者说找咱们的一个交流群啊 感谢大家观看 再见 再见 先找料 先找料